好 徐征 包炯呢 这个拍不了 这个炯不可以跟那个包这个字在一起 我们用过一个姓包的演员 后来就不是很成功 你知道吗 没有希望 直到现在我才搞清楚 我上次到这里来录的节目 叫做脱口秀大会 你们这两档节目怎么一样一样的 是说所有的嘉宾全部都是一样的 是吧 唯一的区别就是脱口秀大会里面是 没有那个张绍岗老师的 我现在搞清楚了 吐槽大会里面来的所有的嘉宾 都是有槽点的艺人 所以脱口秀大会就是个喜剧大会 吐槽大会就是个洗牌大会 张绍岗老师 你是 节测零吗 去哪儿的耳排 我现在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要健身了 你是努力要成为那个威猛先生是吧 而且今天的 今天的衣服穿得过于正常了 没有槽点 而且我给你们嘉宾名单了 什么宁号 什么沈腾黄埔 你们一个都请不来 名单上还有郭晶飞 郭晶飞也不来 郭晶飞都嫌信你们这个节目了 郭晶飞是个什么样 极限的演员 我的天呐 演示一下长得丑 猥琐恶心喽 郭晶飞 不好意思 我让你来你不来 你不来我就没有办法吐槽你了 我只能骂你了 虽然郭晶飞没有来 但是还有一些朋友来了 比方说贾斌老师 贾斌老师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出差啊 不小心看到他的身份证 80后出生啊 所以你们大家看看他这张脸 就知道了80后是真的老了 而且号称东北酒王 在剧组里面跟我喝酒 贾斌老师这个虎啊 一口气喝到六瓶XO 我说大哥大哥 hold住啊 这不是啤酒啊 这是XO 他说不管啥O 只要喝了就O了 喝完以后第二天拍戏也O了 我们副导演真的啊 脸色惨白跑来跟我说 导演导演 贾斌老师好像在吐血 我说贾斌老师你喝吐血了啊 贾斌说我堂堂一个欢乐喜剧人总冠军 我能吐血吗 我吐的是血词 斯文 我非常欣赏的一位脱口秀演员 而且我们是相互欣赏对吧 如果大家仔细地总结 就会发现我的电影里面 不管是太炯啊 港炯还有这个炯嘛 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我的电影都是 由一对夫妻准备离婚开场的 所以斯文特别爱看我的电影 他一边看一边就觉得 我的人生怎么还没有开启啊 我的人生还没有开始 好期待啊 斯文你加油 你是可以到这一步的 李更西 这小朋友一看就是小桃红派到这里来的卧底 对吧 我跟你说你不要童言无忌了 19岁不小了好吗 我19岁的时候已经开始卸顶了 你演过小桃红的女儿 你得向他学习啊 你看桃红多好啊 多么完美啊 长得漂亮 性格开朗 演戏又好 最关键是 看人又准 不怕戏顶 有品味 十几年前同样面对选择 桃红老师还是选择了我 根本没有搭理段一红老师 这就对了嘛 不能总让那些长着头发的帅哥 为所欲为对吧 这段一红老师 我是真的很欣赏他的 我很欣赏他的演技 一直很看好他 一直很欣赏他 最近我才搞清楚 原来段一红欣赏小桃红 小桃红又欣赏我 我一想我干嘛还要欣赏段一红呢 母女郎 新女郎 然后是金女郎 但是金女郎跟前面两个女郎 还是有区别的 人家之前两个女郎都很自豪 到了金女郎 感觉干了什么坏事似的 不太好意思承认 然后我就说那个百度百格金女郎 你会发现什么朱英啊舒淇啊 都算是金女郎 但他们不承认的 我突然知道 那个资料是王静导演自己写的 是吧 这个好笑吗 这个好笑 王静导演真的是非常敬业 据说他拍了四百多部电影 最厉害的是有一年 他一年之内也拍了二十四部电影 今天我终于可以站在这里 跟王静导演说 有的时候好电影拍一部就够了 就像我们的新电影《九妈》一样 描述的是一个男主人公 带着他的妈妈到俄罗斯去旅行 如果这个题材给王静导演拍 就拍成男主人公 带着他的妈妈北上去烈焰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要带着妈妈去烈焰 我不知道 反正王静导演的电影 都是要烈焰的 也许那个妈妈是个精女了 最后说说赵盐盐 好吧 盐盐 钢琴家 大家也看到了 赵盐盐这个人对生活 是有很高标准的要求的 我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 是在连云港 一个朋友的聚会那里 结果因为服务员倒酒的 姿势不专业 他居然真的生气了 而且每一口菜都吃一两口 挑一丁毛病 甩手不打招呼就走人了 真的是个艺术家 淘单都淘得这么有个性 而且淘得足够远呢 怕被别人追到 一直淘到巴塞罗那去了 号称是去吃虾的 跑到那个餐馆跟服务员说 这个虾新鲜吗 服务员告诉他 非常新鲜 这是今天早上 刚刚从连云港空运过来的 赵云云的爷爷啊 特别喜欢他 就觉得这孩子将来得有出息 得弹钢琴 一岁的时候让他抓粥 赵云云抓了一口锅 他爷爷也是够横啊 说 嗯 这孩子有出息 你能抓钢的锅 就能弹钢的琴 弹钢琴去 你想这锅要是被假兵或者李弹抓住了 他们的爷爷肯定说 嗯 能够抓钢的锅 就能成为锅的钢 所以之前大家说过 炯已经是个完全过时的一个网络用语 但是用在赵云云身上 还是可以很合适的 对吧 嗯 赵妈是我最后一部叫做炯的电影了 讲的是妈妈跟儿子的一段旅途 因为之前呢 我们做了一个调查 发现过完春节之后啊 这个心理咨询的频率会变得很高 你看父母明明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相处最最亲近的人 但是我们相处起来却有那么多的问题 所以炯妈探讨的就是这个主题 大年初一的时候 炯妈就要正式上映了 欢迎大家来看 也希望大家看完电影以后 出了电影院可以转身抱抱自己的妈妈 如果妈妈不同意呢 就去喝酒 喝出血丝 谢谢大家 我徐克